由新美式瑜伽养生推广协会所办理的饮食养生研习班 在日前结束了12堂的课程 并且举办了成果展 由学员们一人一道菜 展现出学习蔬食料理的成果展 不论是世喜会花爷还是食泉百菇汤 每一道菜都是色香味俱全 学员们都表示 老师上课的内容都相当的生活化 而且蔬食料理既健康又养生 让他们在学习之后也能够和家人一同来分享 白色花椰菜与青椒红椒清炒之后 摆盘成了色香味俱全的四喜会花椰 而这下饭的学里红毛豆炒豆干 以及酒转面肠更是看了让人口水欲滴 由新美式瑜伽养生推广协会所开办的饮食养生研习班 在经过了12堂课的教学之后 举行了美味可口的成果展 我们协会蔬食班 每个礼拜都有古老师教大家做不同的料理 成果展就让学员自己煮一道健康的蔬食 以大家一同分享 我们希望借这个机会传达给学员健康吃的概念 也欢迎有兴趣的朋友一起加入 觉得蔬食很健康 那也希望说也推广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学习以后也分享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老师其实教的都是一些很生活上的 就是我们回去其实还蛮好操作的 然后我觉得这些概念就是 青食然后蔬果我觉得很养生很健康 这个T次的饮食养生研习班一共有22位学员 每周二上午9点到11点上课 而在成果展上学员们一人一道菜 从十全百菇汤的汤品到蜜枣红柿的甜点 以及咸味蒸玉丝块 西红柿蜜凉瓜等多道菜色 可以说是相当丰富 以原味新鲜食材为主 所以我们在这边教的就是 也是以天然的食材为主 尽量就是少用那种现成的加工品这样子为原则 而协办活动的新北市议员陈永福 也特地前来和学员分享 他表示日前黑心食品层出不穷 让民众对吃更加谨慎 因此相当肯定协会在蔬食推广上的努力 也鼓励大家多多吃蔬食 有益身体健康 对于体内的一些消化 还有新陈代谢是比较有帮助的 相信蔬食食品对身体健康很有帮助 研习班的学员们也把握这难得的机会 赶紧拿出手机拍照 为同学也为自己的成果留下记录 新北市瑜伽养生推广协会理事长严新宇表示 研习课程结束之后 都会辅导学员继续考取中餐秉级执照 希望真正让学员有一技之长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新店采访报道